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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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我们领受 也求祢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祢的真理 我们不只是明白 也求祢帮助我们领受了之后 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把它行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祢的仇人 还有传义的向祢祈求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祢知道我们是不配的 求主对我们说话 我们预备好要听祢的话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感谢 阿们 亲爱的准利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主题是 与光团契 与光团契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 约翰一章五到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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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akan membaca di dalam bahasa Indonesia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做看刚才的三节经文 ayat ini dituliskan sebagai isi surat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在他的引言之后 Yohan在第五节那边 就马上进入 他这封信的核心 然后这个事实 就是他整封信将会重复出现的 在这段经文,Yohanes继续地称述他书信的内容核心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信息的核心之后呢 他显示出说有两种的生活模式 并且约翰用把光与暗来做对比来陈述出他的内容 这是约翰一贯的手法 就是他常把光与暗来做对比 然后在这段经文,Yohanes实在这段经文,Yohanes实在这段经文 因为我们认识的一种模式 因为他要我们能看到一种模式 这个模式呢就是先是这个A然后接下来是A的强调 在这段经文中,Yohanes先要我们明白他的信息的基础是什么 在做这个对比并且当我们知道这个基础了之后 接下来他要我们看见说有两种的生活模式 因此,Yohanes先对比了光与暗 然后这两种的配合 接着他就谈到说我们该如何活 所以他要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认识神了之后 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把它表现出来 因为这两种之间是不可以分开的 所以我们看到Yohanes说 我们要如何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当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了之后 接着也要有基于这个的认识 怎么样活出正确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与我们的信心要相称的 换句话说 Yohanes在他的书信里要提醒我们 我们所信的必须从我们的生活中显明出来 所以对神正确的认识 必须从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来 对神正确的认识 必须能够在生活中显示出这个正确的认识 并且以我们所信的相称 所以在第五节一开始 Yohanes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如何有正确的认识 所以他说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所以Yohanes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他所传递的信息 是他首先从主那边领受的 Yohanes bukan sekedar mengulang berita yang sudah ada Yohanes他不是把原有的信息 把它重复 就好像说他在对某人来读报纸 而是他所传的信息是他之前已经听见领受的 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那边讲说 我们的信是从听而产生 所以跟说 lain Yohanes ingin menekankan apa yang saya dengar yang membuat saya percaya itu yang saya sampaikan 所以Yohanes师傅在告诉我们说 我所听的 我所明白的 现在我向大家传递这信息 所以这次他就传递他要传递的信息的内容 有两个信息的内容 这个信息的内容有两项 并且他要把它做对比 这次他要做一个对比 就是在这个时光的神里头毫无黑暗 Yohanes ini memadukan mengontraskan terang dan kegelapan 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 Yohanes要把光与暗来做对比 并且将他们一起配合 来显出这个二元性 意思是说这两者 他们是相对立的 他们是不可能合一的 然后在这一部分 Yohanes师傅不是正确认 在这里Yohanes师傅不是要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 神是什么元素做成的 Yohanes不是正确认 神是什么元素做成的 Yohanes师傅不是说 神是这个光的元素做成的 好像这个光是来塑造这位神 我们在九月圣经里常看到说 常常把光就是当神显现的时候 就是显出光 甚至在创世纪第一章那边 我们看见 当时候形容天地是空虚混沌的 然后神说要有光 光是首先被创造的 使得接下来的这个创造 可以有秩序 所以这个光显示出说 对神的一种认识 并且这位神正在安排他的殖民 所以这个光也常常被设立成说 在人类现在最终之前有的秩序 所以说当Yohanes说 神是光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在谈说 有关于道德的一个知识标准 而是在谈到说 神就是光 并且这是 Yohanes要我们每一个人 对他所传递的信息 要有的正确的认识 Allah adalah terang berarti Allah itu hidup 神就是光 就是神活在他的真理 认知里 所以这里并不只是谈到说 神是什么样的神 并且也看见 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所愿意看见的什么 所愿意看见的那个数字 因为 itu Yohanes melanjutkan 在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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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 中间的 所以这次 Yohanes说 在他毫无黑暗 这时候在中间的 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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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文那边 是谈到说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Yohanes 想要认识 在中间的 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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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hanes要强调的是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 一点也没有 黑暗 在创世纪当 我们看见说 黑暗就好像 当 亚当 陷入最终 就是他已经 不能活在 光明之中 他必须 隐藏起来 他生活在 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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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须有 一些 他不再能够 与神面对面的 相见 也不能够 坦然的 跟 其他的 相见 Yohanes 神在 我们每一个人 身上的 旨意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相信 这位 是光的神 我们 就在一种 情况下 我们必须 选择 所以当我们 选择 相信 光的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 选择 离开 黑暗 因此 Yohanes melanjutkan 在 第六节 Yohanes 说 他说 有两种 生活模式 当我们 正确的 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正确的 按他的 旨意而活 第一 他先 对比 活在 黑暗中 的人 他说 如果我们 说 我们 是与神 相交 所以当我们 承认说 我们是 与神 合意的 与他相交 的 但是 我们却 活在 黑暗里 在 在 圣经中 当 说 活的时候 也常 以行 黑暗里 行 这个字 是 并存的 所以 所以当我们已经认识是光的神的时候 但我们还是在黑暗里行 Yohanes说这样的人是说谎的 是欺骗人的 就好像说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 但是我们却完全没有基督徒的生命 但是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好像彰显基督的光 但是事实上不是彰显真正的基督 就好像对私人说这就是基督教 但是事实上不是 是世人对基督教有错误的认识 就让世人认为基督教只是一群上等社会人的聚会 世人可能认为基督徒是喜欢论断人的 因为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无法忍受软弱的人 但是事实上我们所信的神对我们非常地忍耐 非常地爱我们 这样的人他不行真理 真理在原文的意思是 那个把它打开来可以看见的 berarti sesuatu yang tidak lagi terselubung disingkapkan 意思是说不再被遮掩 而是被打开来让世人看见 但是这个被人家看见的却不是对的 这个所谓的行为跟生命就好像我们可以用成行跟动 这显示出 Yohann要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动是什么样的 在这些的局者当中 彰显出我们的信仰 基督徒会说 我是基督徒 我们的神是爱的 但是他的生活当中 他却充满了焦虑 好像神无法完全地爱他 Yohann mengatakan ini tidak sinkron sebenarnya tidak sepadan Yohann指出这样子的人 他的生命不一致 可能他所真正相信的 这位神并没有能力 能够完全帮助到他 所以这段经文正在提醒我们说 如果我们真相信神 那我们的这个生活 是否与我们所相信的 能够一致 能够相称 如果神就是光的话 祂要我们每一位活在光里 但是我们还是会活在光明中呢 或者我们还是觉得 被遮掩活在黑暗当中 比较舒服 所以这次 Yohann就指出说 我们该如何生活呢 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那么有两个影响 有两个影响 那结果有两种 在这里我们就能够彼此相交 在这里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他说 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 我们就能够与神相交 但是他不是说 与神相交 但是他却说 能够彼此相交 意思是说 我们将有一个美好的团期 就是与光的团期 意思是说 我们与神的相交 跟我们与人的相交 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爱神 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这能够产生 如果我们对神 有正确的认识 也因此我们能够 正确的生活 生活的正确 会是有正确的相交 这个相交是与我们的 这个生命是一致的 这个相交不是彼此的利用 而是彼此的父子 所以这次 Yohan说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进我们一切的罪 他使我们成圣 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 我们必须一直的 不断的将自己摆上 让耶稣的宝血 来洗进我们 这就是所谓 活在光明中 就是一直能够 能够呈现神的光 神的爱 神的真理 这样的我们一直的 醒悟到说 我们必须一直的 求神 每一天的 接近我们 这就是所谓的 活在光明中 也就是 我们相交 和尤其语 和尤其语 我们的语言 Yohan在这里 让我们知道 活在光明中 就是彼此相爱 彼此饶恕 所以我们对 Yohan要我们 得到的信息 的这个总结是 我们必须不断的 将自己的罪 摆在神的面前 得到接近 Yohan要得到 自华的 所有人 把我们 把我们 得到的 是我们 接近 是我们能够 不再被 遮眼 我们能够 与神 有完全的相交 接下来我们 所要问的是 什么事物 使我们 与神 隔绝 使我们 远离神 也许这些事物 不是很大 很严重 也许是我们 认为小的事情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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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最优越来说 对于 很多年轻人 将他与神 拉近距离的 可能就是他的手机 手机已经在 他的生命当中 取代了神的位置 手机 手机 他第一次 他找到 当他早起来 第一次找的 就是手机 然后最后 他继续追 然后是谁 事物物 也许在他睡前 他一直找 一直看的 甚至在他睡不着 的时候 他也找手机 当他需要娱乐的时候 他找的也是手机 甚至 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对神说 等一下 我还没预备 但是当手机 在呼召的时候 不管他的状况 是什么样的情形 他也对手机说 是的 是的 甚至在手机中 他看到一些广告 让他发脾气的 如果这样 是否有勇气的 将自己的生活 再一次的 把神成为 中心 让手机 仍然是手机 什么事物 atau 有被人 是我们的财富吗 是我们的配偶吗 有位年轻人来对我说 他想自杀因为刚刚失恋 我没有他已经不能活了 我就问他说你几岁 他说17岁 你已经恋爱了多久 两年了 那15岁的时候你死了吗 15岁的时候你死了吗 15岁的时候你死了吗 2岁的相伴 然后说你不能活了他 你已经活了15年 只是交往了两年 跟这个交往两年的人 没有了他 你就说你活不下去 这个时候什么事物 使我们与神割结 使我们把自己掩盖起来 免得 我再次求主耶稣的 保水的能力 使我们能够从 捆放我们的事物走出来 并且我们也将这个所经历的 我们有勇气出去 为主做见证 我们所做的竞争与我们所相信的相称 这就是光明的团期 不仅是如果有这样的团期 是不是很美好的吗 从我们开始 一直把它感染到整个教会 让整个教会都成为光明的团期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思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已经多少年 称自己为基督徒 说我们是信主的 有些可能是刚刚 有些已经是好多年 但我们是有些可能是刚刚 有些已经是好多年 无论是时间的短或者长 但是我们是否将我们所信的活出来 因为基督徒的生命不在意 我们多久 我们多长听到 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去正确的认识神 并且将我们正确的认识 将祂活出来 使我们与信的相称 我们知道说要活在真理当中 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有许多的诱惑 甚至最小的事情也可能使我们 将自己从神的面前隐藏起来 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说 有主耶稣的保血 有能力来救赎我们 甚至已经战胜了死亡 还有什么是神不能够战胜的 因为我们相信说 当我们依靠你 我们就能够做得到 虽然困难 但是有主耶稣的保血 能够使我们做得到 教会也因此能够呈现你的光 能够成为光的团器 彼此有美好的相交 我们相信全是光 我们也行在光明中 做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 荣耀你的名 这是我们的祷告 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